開始 小孩不愛吃 該怎麼辦 你家的孩子愛吃飯嗎 很多的小朋友都不吃飯 有很多很多的吃飯的盡頭 到了吃飯的時候呢 然後就一大堆問題 有沒有這樣子的狀況呢 小孩不愛吃飯 你都怎麼辦呢 吃了幾口以後就飽了喔 還真的才幾口而已 他就跟你講飽了喔 然後你不餵他他就不吃 你餵他他就吃幾口 然後呢吃飯的時候很分心 我不知道大家的小朋友呢 家裡面是不是都有這種吃飯的盡頭 所以今天呢 一開始早上就跟大家講說 我今天晚上要來破解 其實真的就在這三個板子裡面 我不知道你是不是那種 每一天為了吃飯這件事情 然後每一天都很生氣 然後都要逼也不是 然後不逼也不是 然後有些小孩真的是三逼八 我必須要講 就是大家都說健康就好 這個我也同意 可是有些孩子真的就是 真的是3%以下俱樂部的 而且其實是那種 就是有在往下掉的那一種小朋友 所以我今天這三個板子 其實我要告訴你 增加食慾真的有方法 那我覺得今天這一集 很適合阿公阿嬤 還有保母 還有在帶小朋友的爸爸媽媽 或者是幼兒園裡面的老師 如果你們班上有小朋友吃飯問題的話 你今天晚上真的可以看一下 我準備這麼多的迷思 因為其實吃飯大家都搞錯了 我今天要跟大家講說原來都搞錯了 就在這三個板子裡面 這15個 這15個方式呢 跟這15個方向你稍微調整一下 你就會發現 他食慾增加了 所以其實食慾增加不是不能進行的 一定是可以的 那我們先來對照一下 我一樣先點個名好不好 媽媽你們的小朋友吃飯都是什麼禁討呢 來留言一下 陳美玲媽媽說 你家孩子吃飯的時候超分心 邱怡婷媽媽說 最近吃飯的時候喊肚子痛 好痛喔 那這到底是真的還假的咧 然後呢 還有愛麗跟導播說 晚安 哈囉有看到你們 好來 陳奕媽媽頭號粉絲 哈囉 有看到你們 最近媽咪變得很火爆 每次只要遇到吃飯的時候是不是很火爆 1800位爸爸媽媽 你說是不是 好 還有媽媽說 我的女兒最近真的不愛吃 一歲七個月 我告訴各位喔 吃飯的確有幾個 幾個時間點真的會 本來吃得很好的 然後突然吃得不好 有發現的你就留言 你就說 對老師你講對了 本來小時候都吃得很好 不管是在食慾增的時候 或者是比較偏 偏一歲的時候都吃得很好 到後面一歲半兩歲 兩歲半了以後 就變成吃得不好 甚至現在有些孩子是幼兒園的階段 三到五歲其實是吃得很不好的 每次到吃飯的時候 然後就在那邊拖拖拉拉 很分心 愛吃不吃的 有沒有 有沒有這種 本來吃得很好的 結果突然吃得不好咧 好來 咪咪你說 那個吃飯的時候身上有蟲 動來動去 好 朱淑芬你說 閉著眼睛就是不吃 就是不吃 好 好 是幼叔媽媽還是爸爸 你說 吃兩口就飽了 好 然後有媽媽也說 對 要人家餵才吃 好 王玉婷媽媽你家是吃貨 你說你的兒子吃得很開心 好 大家一定很羨慕你 好 然後呢 呃 潘慈瑩媽媽 你說 兒子都不吃綠色的蔬菜 混在飯裡面怎麼騙他 他都不吃 該怎麼辦 好 我等一下稍微跟大家講一下 其實這些東西都有都有解答 我今天要講的 我今天要我今天要講的 就是孩子為何不愛吃 齁 是去年挑偏食那一次的直播的進階版 齁 是挑偏食的那一次的直播的進階版 我等一下會告訴你們可以去找我之前的影片 你再結合今天改變15個 齁 改變15個習慣 其實孩子就會變得比較喜歡吃喔 齁 所以今天一定要進來 進來看好不好 來到搖滾區很重要 為什麼 為什麼我一開始的時候要一直Q大家進來 因為這些影片 這些直播 這些方法 我上禮拜其實是有講了 在禮拜五禮拜六禮拜天的時候呢 你就看不到這些影音了 因為就會被動態蓋掉 而且呢 也不會主動推播 所以通常都只有禮拜四晚上十點的時候呢 你來到搖滾區的時候 你才能學到最多的方法 所以要趕快進來喔 2600位爸爸媽媽 你家如果有吃飯的問題的話 什麼叫吃飯問題 這些 導播他們看得到嗎 有嗎 第一個是什麼 早餐都吃不下的 有沒有 有的話你就寫1啦 好 第二個呢 吃一口就吐出來 第三個 吃得很少 然後第四個 好像都不會餓耶 然後第五種是吃幾口就飽了 第六種是 不會就不吃 餵了以後就吃幾口 第七種是吃個飯 然後一直在那邊分心 第八個是 新的食物都不敢嘗試 有沒有 也有水果不吃的 你看都Q出來了喔 全部都出來了喔 你家是哪一個 我再讓大家看一下 一到八請選擇 你家的孩子可以複選 可以複選 你家的孩子的飲食問題 你覺得是哪一個讓你最頭痛 而且常常是這樣子的 我必須要講 第一個 早餐吃不下的孩子很多 第一個是吃真的很多 第二種 在三歲前的很多孩子 嘗到食物吃一口就把它吐出來了 好 那秋小林媽媽你說 秋怡林媽媽你說 最在乎的是七 第七個是什麼 吃個飯一直在分心 對對對 好 那晚林媽媽你說 一三四五六七八 那我告訴你 你今天一定要跟到最後 因為這個太嚴重了 好 那飲食教育一定要從小開始 飲食教育一定要從小開始 如果你沒有好好的引導他 快快樂樂的吃一頓飯 或者是你沒有方法的話 他長大之後就是一個不愛吃的孩子 本來就是這樣子 這飲食是一種心理喔 你一定要知道 你看今天已經三千位爸爸媽媽 在前五分鐘就已經三千位爸爸媽媽了 為什麼 因為其實大家都有這些鏡頭 一到八 好 那我今天呢 就要來跟大家講一下 為何不愛吃 我有十五個原因 我有十五個原因 這十五個原因 跟你過去想的可能都不一樣 這十五個原因 一開牌了以後 我希望大家明天就開始這樣做 為什麼 因為你會發現 在一個禮拜的練習之後 它就會有效果 它就會有效果 其實我家兩個小朋友 吃飯 就是吃飯 都沒有什麼太大的問題 不會不愛吃飯 絕對不會 不愛吃肉的 對啊 比較不愛吃肉什麼 那我覺得那個是挑篇石 我們上次講的 每個孩子本來就有愛或不愛 這個我們可以接受 可是 我們今天要討論的是 他真的不愛吃耶 正餐真的吃得不好耶 零食甜食 那些東西都可以吃得很好 正餐吃一點點了以後呢 馬上就可以怎樣 留了那個胃 後面點心出來的時候 他就可以吃點心 然後正餐就吃不好的 那 所有的專家學者都一直在跟你講 還有營養師都一直在跟你講說 正餐很重要 正餐很重要 但我們正餐就是餵不進去啊 那要怎麼辦呢 跟這15個原因有關係 3366位爸爸媽媽 你覺得飲食教育重要嗎 請你回答我 請問你們覺得飲食教育重要嗎 還是隨便啦 反正他要吃就吃 他不吃就不吃 反正他還是會長大 我們今天 我要開這一集之前的時候 那個 我們天才你救裡面 媽媽就問我一句話 他就說 老師 今天 有沒有一個方法叫做 反正就餓他 餓了以後 就反正不要給他吃 你不吃齁 你不吃我就餓你 好 餓到你會吃 好 我必須講 在我們的 我們跟這麼多家長接觸的過程中 的確有人用這一招 還不少 可是我告訴你 不是每個孩子都有用 所以不好意思啦 我今天呢 在這些板子裡面 並沒有叫你說 好吧 那我就好要餓他一頓 看你怎樣 有些孩子就是超級會撐的 真的很會撐 你餓他一頓 他下一頓呢 他還是跟你在那邊不想吃 或者是什麼 然後你弄到很擔心 我不知道有沒有 好 所以很多媽媽都說 真的孩子不愛正餐 然後還有媽媽說 已經放棄了 千萬不能放棄 Cherry你說15個原因沒有錯 我現在要來開牌了 你一定要跟到最後 因為這15個原因 每一個都非常非常重要 那我就簡單講 為什麼 因為我明天這15個原因 我明天早上的文章 我會詳細的寫進去這些重點 所以你明天一定可以看到這些 你今天如果聽到什麼重點 你過去做不對的 請你先做筆記 那我們也歡迎很多很多的 爸爸媽媽 就是最近一直在加入我們 那如果你路過的 覺得說 這個人講教 你怎麼講的這麼快 不好意思啊 我們只有30分鐘 所以我們必須要提甲竊理 把所有的重點都把它講出來 所以呢 你稍微忍耐一下 你可以一直去看重播 你也可以看我明天上日幕 你也可以去追蹤我的YouTube 你也可以去追蹤我的YouTube 那這個我們的YouTuber 明天也會公告 我們上了很多很多 而且做了很多分類 孩子為什麼不愛吃 第一個原因 三千八百位爸爸媽媽 第一個原因 孩子不餓 一天吃很多餐 好 我今天要講就是要講新的 我的直播一直在往上 一直在增加很多很多新的內容 好 孩子不餓 一天吃很多餐 有研究發現 如果一個孩子白天吃越多餐的話 他長大之後 他是越不愛吃的孩子 那你說老師這是幾歲 這是幾歲 我們知道在北鼻時期都有大餐交小餐 可能有三加二餐啊 或者是三四歲的時候 在三四歲之前的時候 可能就會有好幾餐啊等等 可是記得餐跟餐中間不要太近 距離不要低於三個小時以內 也就是說兩頓中間如果是隔兩個小時的話 這是不正確的 好 所以當你的孩子已經是三歲以上 四歲以上啊 記得 如果他吃的已經很不好了 請你一天就三餐就好 不要再 他都已經三餐吃不好了 然後呢 他都已經三餐吃不好了 然後所以我們點心必須要加兩頓下去 錯 這是大錯特錯的 如果你的孩子正餐已經吃不好的話 請你把點心時間把它整個拿掉 可以 絕對是可以 我們上禮拜是不是有講說 跟學校裡面的老師溝通一下點心少一點 好像有稍微提到這樣子 所以小孩不餓 一天吃很多餐 會讓他變成不愛吃 會讓他變成不愛吃 所以我不是教你們餓他一頓 我是告訴你們 每餐跟每餐中間的時間間隔可以長一點 長個七個小時也沒有問題 中午十二點吃完飯的時候 晚上七點再開飯 從中間都不要吃東西 如果你的孩子是不愛吃的 你會發現 中間不給吃 晚餐可能會多吃一點 慢慢進步 慢慢進步 就會越來越好 好第一招 你有沒有學到呢 好 女草莓媽咪 你說最近不知道 為何都一直不吃一直討奶 奶在一歲之後 你就要開始調整孩子的量 你就要調整孩子的量 為什麼 因為一歲之後 正餐會越來越重要 甚至六個月之後呢 副食品就開始越來越重要 所以我跟大家講一下 一歲之後真的正餐越來越重要 兩歲以後要完全跟進大人的飲食 所以這個過渡期 這可能是一個過渡期 剛才美媽媽你說的 為什麼會是這樣 一直討奶 有可能是正餐上面還是出了問題 我們繼續把它看下去 因為跟我後面的這十五條都有關係 好 再來 那個導播你要控制一下我的時間 提醒我一下 因為今天太多的東西了 好 第二個 白天的運動量不足 白天的運動量不足 很多的孩子白天的運動量都不夠 當孩子白天運動量都不夠的時候 都做靜態活動的時候 他不會餓 熱量如果沒有消耗出去的時候 他怎麼會想要補給 這是一個很簡單的道理 所以當一個孩子白天的運動量不足的時候 他吃不下的機率就會越來越高 你的孩子如果是一歲 要帶出去走 你的孩子如果是兩歲 他要帶出去跑 你的孩子如果是三歲 他要帶出去跳一跳 蹦蹦跳跳 如果你的孩子是四歲 因為他可能要比較多的激烈型的運動 如果你的孩子是五歲 幼兒足球 或球類 這些東西就可能要稍微多一點點了 所以當白天的運動量不夠的時候 晚上就會吃不下 晚上就會吃不下 好 所以這是第二個原因 你要自己做做筆記 好 由媽媽已經開始講說 老師 真的好難 你先把它看完 因為這裡面的十五個習慣 你都稍微微調一下下 你就會發現他的食慾會增加 好 先把它看完 好先把它看完 我知道有些東西稍微比較難一點點 但是問題是 可能是一個 就是 不吃可能是一個過渡時期 你先不要太緊張 好 再來第三個 早上 早上為什麼不吃你知道嗎 好有沒有人知道早上為什麼不愛吃 好 有研究發現從醒來到想吃 你知道需要多少時間嗎 我們查完了一些研究 我跟導播今天看到一些研究 發現是要二十分鐘 來記一下筆記 從醒來 一個孩子從醒來 到要 他的胃會想要吃東西 大腦會想要進食吃東西 大腦都想要進食跟吃東西 大概至少需要二十分鐘 好喔 我們現在來想一下喔 我們早上叫孩子起來 都會在幾分鐘之內 要叫他開始吃完 吃早餐 平均大概都是五到十分鐘 平均都是五到十分鐘 結果他真的起床喔 然後到他吃東西喔 因為會來不及 所以我們都是五到十分鐘喔 哎呀 早上的感官都還沒有醒 他的胃都還沒有醒 沒有辦法吃得下去 所以早餐呢 等到他已經想吃的時候 有一些想吃的時候 已經要出門了 已經要出門了 所以這個二十分鐘 早上感官還沒有醒 這個二十分鐘 要怎麼樣調整呢 大家記得 早一點叫孩子起來 學生會賴床 對啊 我知道一定會賴床 你要把賴床的時間加進去 你一定要讓他 你一定要早一點叫他 你不可以拖到最後一刻 因為你會餘心不忍 我知道 我知道 不是餘心不忍 是跟我們挖不起來 好啦 但是問題是你要早一點叫 我覺得早一點叫 這個是比較重要 因為讓他趕快醒過來 早上才會想要吃 所以這早上不愛吃 有可能是這個原因喔 你記錄一下 至少要二十分鐘 至少要二十分鐘 四千三百位爸爸媽媽 至少要二十分鐘 叫他 然後到吃這一段時間 他才會有食慾 他才會有食慾 這是第三個 科學研究的發現喔 第四個 就是我們剛才講 奶喝太多 奶千萬不要喝太多 奶喝太多的時候 那個飽足感是非常非常強烈的 結果呢 真的已經就是過沒有 沒有多久以後 尿尿尿掉了以後 他又想吃了 可是問題是沒有東西可以吃 所以其實奶如果喝太多的話 其實對於這個孩子的食慾 其實是不好的 為什麼 因為奶就是固定的味道 食物是很多味道 所以當一個孩子奶喝很多的時候 他習慣了這種味道 他要再去接觸其他食物的這種 這種味覺的話 他要調整就慢了 而且小小小喝奶很輕鬆 對 剛才導播提醒我說 有科學研究 我們一直在 是不是咀嚼 是不是我放在下面 好 沒關係 好 喝奶這件事情是很輕鬆的 只要這樣子 然後壓一壓就出來了 吃飯是比較累的 他需要去咀嚼 他需要用牙齒咬東西 所以你奶一直還喝太多 或者是喝到太大 就是年齡很大的時候 還一直在喝 兩歲以後 你還喝很多很多的奶 我聽 我常常聽到很多的爸媽媽 一百八 好 那我問他幾噸 他說兩歲多了以後 一天還三噸到五噸 我說這太多了 這真的太多了 這有可能會影響吃正餐 所以奶不要喝太多 開始減量 那當然奶也要足夠 我之前跟你講說一天鮮奶的話 譬如說比較大的孩子的話 一天就是兩份奶 一天就是兩份奶 所以大概是在350cc左右 350左右 加起來要到350左右 可是你看 我們剛才計算的 就是如果你一噸是180到200 你一天給個五噸 那就1000cc了耶 或者是那就已經800cc了耶 太多了 那就太多了 所以兩歲以上的孩子 吃正餐最重要 奶不是最重要的 我不知道這邊有沒有 阿公阿嬤一起來聽直播的 好 奶不要喝太多 不要喝是早上一起來 還是討一罐奶 那這邊早餐就沒有吃 是啊 早餐可以喝奶 但是也要吃東西 再來 第五個 有研究又發現這個很妙 我一查到的時候 我就趕快來跟你們講 好 一定要幫我轉發喔 你們如果你們有看到什麼重點 你們過去不知道的秘密 你要留下來幫我轉發出去 因為這個轉發可以幫助很多人 了解這一些幼兒的發展 還有了解這些幼兒的行為 好 太晚吃飯 隔天早餐就會吃不好 喔 原來前一天晚上太晚吃飯 會影響到隔天早上 好 宵夜我覺得 爸媽不太會給小孩吃宵夜 睡前的時候 大家可能會 會無限的供應或者說是什麼 因為要吃飽才有辦法睡 對啊 但是問題是我覺得 讓孩子有 胃裡面有甜一些東西 有給他一些東西就好 但是不要吃到飽 所以前一天的晚餐 竟然會影響到隔天的早餐 這個想都沒想到 4380位爸爸媽媽很重要 請你要做一下筆記 前一天晚上 孩子太晚吃飯 會影響到他隔天早餐吃不好 不管幾歲都一樣 好不好 再來喔 第六項是什麼 好 來 第六個當然是心理 飲食心理 如果這個孩子常常被強迫吃完的話 那他當然會不愛吃 所以不要強迫他吃 那 如果你說那怎麼辦 我說很簡單啊 你不要加太多啊 那個量的話 你就讓他有吃完的成就感 一球一球一球慢慢的加 讓他吃完了以後可以鼓勵他 但是我們的教養習慣 我們的餵食習慣都是這樣啊 我們的餵食習慣都是 全部都八天好了以後 菜什麼東西肉 全部都加進去的時候 你想想看 孩子看到那一碗飯 怎麼可能會覺得吃得完 所以我通常我的飲食習慣 我在餵食的習慣的時候 通常是跟大家不太一樣 我們會添少一點點 我們不會一次就到位 如果他想吃的話 他可以自己加 如果你家的孩子是比較大的 三到六歲的 甚至在更大的 七到十二歲的孩子 他當然可以自己選擇 他自己的那個多少啊 所以不要強迫他吃完 好再來 第七個 好 第七個大家也是沒有想到的 食物的味道 食物的味道太複雜 好 來 徐莉玲媽媽 你說活躍粉絲 所謂的太晚是幾點 看你睡覺囉 睡前一小時是 通常是不要吃到飽 睡前一小時就是不要吃到飽 你這樣大家聽不到 你要靜一點 因為消化道太累 導播說 導播說 因為消化道會太累 所以當他太累的時候呢 他隔天早上的時候就沒有辦法運作 原因就是這一個 所以在睡前的一個小時之內 不要吃到飽 不要無限供應孩子 就算你的孩子是一個吃貨 很會吃 很 哇好棒喔 也不要無限供應他 因為有時候你會發現 他明明是個吃貨啊 為什麼他早餐還吃不好呢 你前一天晚上甜太多了啊 所以他的味場就已經抗議了啊 好 所以這個 然後再來第七個 我剛才講了 食物味道太複雜 什麼叫太複雜呢 就是什麼東西全部都加進去 那如果是在食物泥階段的話 那無可厚非 可是如果到了食物泥結束了以後 譬如說一歲過後 開始要跟進大人的正餐的時候 拜託 不要什麼食物都辣辣欸 然後都攪在一起 你自己攪攪看 那很難吃 為什麼 因為味道很雜 味道很雜 所以那個在一歲之後 要讓孩子喜歡吃 通常味道要稍微單純一點 飯飯配玉米 飯飯配肉肉 飯飯配菜菜 把它分隔開來 孩子才不會覺得這個食物很噁心 好 所以這個是大家沒有想到的吧 好 再來第八個 食物被刻意調很淡 這個也大可不必啦 好 來 Money你說食物味道太複雜 是指要單一的給嗎 最好就是單一的給 不要一個湯匙裡面很多樣化 不要一個湯匙裡面很多樣化 好 你們有任何問題你就問喔 如果我們這邊有看到的話 我們會回答大家 好再來 食物刻意的調很淡 不要什麼都過水 你寫下這個筆記 我知道你們不想要讓孩子吃太鹹 我知道 但是問題是一點點鹽是必要的 那如果這個食物裡面 本來就已經是有鹹的那個味道的時候 好 你可以不用再加鹽 我同意 可是如果這個食物本來就是一個蛋的 它本來就要調味 它本來就要調味 不管是用天然的香料 或者是用鹽巴 或者是用糖 這些都是必要的 都是必要的 所以你不要什麼東西都拿去過水喔 你什麼東西都拿去過水的話 其實對孩子不好 我之前有講過一集 我不知道大家那個時候 有沒有已經開始跟了 我說很多人煮雞湯是怎麼煮的 你知道嗎 很多人煮雞湯怕孩子太油 他會把上面那一層油整個把它撈起來 為什麼 因為不希望孩子吃到這麼油 這不是正確的飲食做法 因為孩子身體裡面本來就應該有一點油 本來就應該有一點油 就算你是副食品階段 然後你要用那些湯 不管是蛤蜊湯啊 還是雞湯啊 你要控那個煤 你都不要把那一層油把它撈起來 因為那一層油對孩子其實是有好處的 不是完全都是壞處的 好不好 所以你不要刻意的把食物的味道調 調的很淡 這反而對孩子是不好的 反而你說嬰兒的副食品呢 來你要問的是嬰兒的副食品要不要加鹽嗎 還是什麼 我認為嬰兒的副食品的初期當然可以不要太淺 那你說初期是什麼時候 我覺得就是前三個月 最多就是前三個月 其實我們開放副食品的階段 如果你有想要問副食品的你都可以問 好 我們大概在前兩個月的副食品就是六到寶寶 六到八個月左右這一段時間 我們在做副食品的時候 其實我們會稍微比較淡 沒有錯 可是當寶寶九個月以後的時候 我們並沒有 大概十一個月 對 我們沒有把它刻意的調到很淡 譬如說九個月到十二個月的這一個階段的時候 我們在空燈的時候 你就會發現那個拉燈就是那個 或者是蛤蟆燈 它本來就有味道 對它本來就有味道 它本來就有鹹鹹的 你就會發現那個東西 那個副食品寶寶吃得超級開心的 所以有味道的東西 孩子其實是接受度會更高的 會避免他變得不愛吃 所以在那個階段的時候 就開始在做飲食教育了 很重要 好 有爸爸媽媽說 用分隔盤小孩比較會吃 對 你可以再試驗一下 結果把好吃的都吃掉了 不愛吃的留下來 常常都是這樣 好 再來 第九個是 零食跟素食吃很多 不好意思 這個我有文章講過 真的會味覺失調 因為吃糖鹹 這個就是真的鹹 你在你食物裡面 你不會加太多鹽 可是問題是零食跟素食 它會加很多很多的鹽 然後呢 你沒有發現 當吃了很多了以後呢 你的味覺是會失調的 味覺失調了以後 你再回來吃這些食物的時候 它就會覺得沒有味道 所以這個東西要控制喔 這東西要控制 好 再來第十個 來 碗裡面的 飯菜量太多 我這個剛才已經有講過了 請你添少少的 請你添少少的 會比較重要 好 OK 來 你要 導播你要補充什麼嗎 剩五分鐘 好 剩五分鐘 好 碗裡面的飯菜量太多 你一定要跟到底 因為我要全部都把它講完 好 來 再來 第十一個 第十一個 好 好 許明玉說 孩子為什麼喜歡加點湯到飯裡面去吃 因為質感不一樣 味道不一樣 比較好 比較好 比較好吞 好 我已經講三個原因了 好 口感不一樣 然後比較好吞 味道加進去以後會不一樣 孩子已經開始在有所選擇了 好 OK 好 再來十一個 相信大家都已經知道教養真相這一套書 這一套書其實呢 我們一直在破解過去不對的教養的方式 你看我們今天的飲食教育就是一個 好 好 那非常感謝大家的支持 所以呢 我們做了一副復刻牌 教養復刻牌喔 好 那其實它還蠻可愛的 那個我秀出來的時候很多人都想要 好 它這一面是這樣 然後這一面裡面有很多很多的教養小語 好 這是我要送給大家的 所以在天才領袖買教養的真相的話 你可以上來找喔 這裡面都會有這個 教養的復刻牌 譬如說 有自信的孩子 背後就會有 就會有懂得鼓勵的父母 好 再來 如果可以選擇誰要當吼叫嗎 好 再來 過度的讚美會讓孩子自我感覺良好 好 這個復刻牌很可愛吧 好 如果你要買教養真相 你還沒有買教養真相的家長的話 可以到天才領袖的官網來買教養真相 我們就會把這一這一副 一百萬粉絲的紀念的復刻牌送給大家 好不好 好 再來 第十一個 孩子不愛吃的原因 第十一個 前面十個你要消化一下喔 十一個就是吃飯有壞習慣 事先為爸爸媽媽 事先為爸爸媽媽 吃飯有什麼壞習慣 配電視 還有 有一些孩子的壞習慣就是 愛講話 你可不可以限制孩子吃飯的時候 有一段時間不要講話 要 我告訴各位 要 那只要這個限制不會讓他不愉快 怎麼樣讓他 怎樣讓他不會不愉快 你要跟孩子講說 你趕快吃完 或是吃到什麼樣的程度了以後 你要問媽媽什麼 我就會回答你 如果你沒有吃 然後一直講的話 我就不會回答你 好 我們都希望吃飯快快樂樂的 很多人就會 很多人也可能會問我說 老師你為什麼要對吃飯做這樣的限制 你不是說 吃飯的時候不要太多限制嗎 可是我告訴各位 吃飯講話這一個壞習慣 的確會影響到他的飲食上面吃的好不好 這是我們臨床長久以來的觀察 那這樣的習慣要從什麼時候開始養成呢 這個習慣從三四歲以後就可以開始養成 他到幼兒園裡面去吃飯的時候 難道他吃飯的時候 可以一直跟同學講話嗎 可以嗎 不可以 絕對不可以 那你說 那老師都這樣子 為什麼連講話都不行 吃飯的時候 如果一直講話的話 就會把空氣吸進去 然後呢 他就會對食物是沒有興趣的 因為他已經分心掉了 他是為了講話社交而去吃這一頓飯的 他絕對不可能吃得好 所以這樣子的習慣就必須要養成 我不知道 這邊的爸爸媽媽的小朋友吃飯會講話嗎 講一點點話沒關係 但會不會很愛講話 很愛講話的時候 如果我們還回應他 那他就沒有辦法養成吃飯的好習慣了 所以吃飯有壞習慣 再來第十二個 很多的孩子的味覺是比較敏感的 味覺是比較敏感的 當一個孩子的味覺是比較敏感的時候呢 你會發現他看到食物的時候就不吃 他看到食物的時候就不吃 那這個 這樣的一個做法 跟前面我們在講的那個 不要把食物弄得太複雜 有關係 如果你的孩子你發現他的味覺真的是很敏感的這種小朋友 好請先不要加太多的有的沒的這些東西 或者是很多的食物把它弄在一起 而且這一類的小朋友更需要找一點點 不要一直在吃食物泥 為什麼 因為他味覺是敏感的 所以當他味覺是敏感的時候呢 你一直都在泥狀的時候 當他到了想要把它分開的時候呢 他就會沒有辦法吃得很好 所以味覺敏感的小孩 更要找一點脫離那個食物泥的那樣的一個階段 好再來第三個 第十三個 咀嚼能力不足 好4100多位爸爸媽媽 你的孩子的咀嚼的能力夠嗎 你的孩子的咀嚼能力 嚼東西的那個能力夠嗎 你覺得 你可以回答一下 你覺得孩子嚼一嚼會不會 有那種吞不下去的問題 嚼一嚼會不會就在那邊分心 然後嚼一嚼會不會就是 吃不下去然後就要吐出來 我剛才講的那幾個有沒有 好有沒有呢 好那這個咀嚼能力不足 或者是剛才導播有在講 舌頭厚送食物的能力是不足的 力氣是不足的 或者是把它弄成 把食物弄成是一團 再吞咽的能力是不足的 這個就要用一些活動來訓練 譬如說吹泡泡的活動 趕快筆記 吹泡泡的活動 這是舌頭的練習 吹蠟燭也是 吹蠟燭也是 好那你就覺得 吹蠟燭不可能每天都做這樣的活動 吹風車 吹風車的活動也是很好的練習 還有舔 舔東西 譬如說有的時候呢 讓它去舔一些冰淇淋也可以 但不要太舔的 不要太舔的 然後另外一個就是 就是我們常常在用的那個活動 就是練習咀嚼用水果來練習 我之前也有講過 把蠟切成舟狀 然後一直讓每天都讓它啃 啃一下下 早上的時候再出門 這也是在練習咀嚼 而且也在練大腦的警醒度 吹 這個咀嚼能力不足 好所以要練習喔 再來 第14個可能原因是因為 真的 這跟烹飪就有一點點關係了 不能說完全沒有關係 菜色變化不夠多 那有一些大人是因為 孩子喜歡吃就一直煮那些 你回答我看 王老師講的有沒有 有沒有這種 這種爸爸媽媽或者是阿公阿嬤 孩子喜歡煮 你每一天都是煮那些 所以當你菜色變化不夠多的時候 因為你知道孩子喜歡吃什麼 你就一直煮那個東西的時候 那這個孩子的味覺的 整個領域是不夠寬的 他的味覺領域不夠寬的時候 他的接受度就小 所以他就不愛吃很多其他沒有看過的東西 所以這叫做菜色變化不多 要記得喔 要記得喔 好 來 第15個 缺乏認識食物的機會 我要把它補充到最後一個的原因是什麼 是因為 你讓孩子接受一個新的食物的時候 你有沒有帶他去買菜 你有沒有讓他看到你做菜的過程 你有沒有用繪本去教育他 這個食物是怎麼來的 我告訴各位喔 這是心理學 如果你帶著孩子去做這些 認識食物的這樣子一個過程的時候 孩子會變得比較愛吃 為什麼 因為孩子知道食物是從哪裡來的 他會從故事裡面去開始了解 食物是安全的 這是不是很重要 這些都很重要 所以這15個都是很多 都是過去我們沒有發現 跟我們不知道的 我們從今天開始的時候 我們就要開始改變 我們就要開始改變 為了孩子的食慾要吃得更好 為了他不愛吃飯 父母能做的事情就是這些 父母要從教養裡面可以做的事情 就是這一些 那如果你先改變了這些了以後 你發現他還吃得不夠好的時候 那可能就是生理的問題 可是問題是你這些東西都還沒有做的時候 我們就在懷疑是不是他自己有問題 結果最後是我們自己的教養搞錯了 我們自己的教養搞錯了 所以讓孩子吃好絕對不難 讓孩子吃好絕對不難 要把孩子教好也絕對不難 教養的真相裡面有42種孩子 不聽話的啦 慢吞吞的啦 很被動的啦 不能負責任的啦 愛生氣的啦 愛哭的啦 全部都在教養真相這一本書裡面 所以其實只要用對方法 只要用對方法 飲食教育我已經開了第三次了 我明天早上9點的時候 又要再送大家一篇 整理的非常非常棒的一個文章 明天早上9點你會看到這一篇 孩子不愛吃飯 六階段飲食訓練的計畫表 記得明天早上9點一定要來拿這個計畫表喔 今天非常非常多家長 非常感謝大家的支持 一定要幫我轉發出去 因為你的轉發 會讓更多的家長知道 原來是我的問題 我只要小小的改變了以後 我的孩子就會吃得好 我只要小小改變了以後 我就可以跟上學校老師的飲食進度 所以一定要記得轉發好不好 我們下個禮拜見 拜拜